一龙本应被毒秒 裁判却视若无睹 险些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这次对手可是真急了啊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河南 叮叮跟着叮叮赞 每天都占一百万 首先出场的是 身着特种兵夹克的马克皮克 是一位黑人选手 黑人选手向来以手长脚长著称 这个夹克背后啊 还有两个大大的字母 MP 这什么意思啊 广告牌吗 马克皮克来自荷兰 今年37岁 身高1米83 体重75公斤 主修泰拳 下面出场的是 中国选手伊龙 伊龙今年30岁 身高1米76 体重75公斤 哎呀那个时候还75公斤呢 现在呢 只能打85公斤了 呃这个出场服 我可以用四个字来评价啊 黄袍加深 就是这个走路的姿势啊 看上去不怎么会走路 给人一种很一种的感觉 嗯 第一回合 比赛开始 红方拳手伊龙 蓝方拳手马克皮克 最近小河南一直在观赏我之前的作品啊 发现我之前说话好像 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 非常的激动 我要找回我以前的感觉 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就是寻找初心 嗯 伊龙的这个低劣的看腿 这次伊龙也是升级别打 达到了75 对 所以说这个 对 所以说这个 伊龙的这个裤腰带还是有点松啊 你看这都快掉下来了 裁判也不帮忙提提 对手马克皮克的教练非常激动啊 哎呀 干净带他的头啊 他练过金钟罩啊 应该是绑腿太紧了 然后把整个裤都往下拽了很多 伊龙躲闪不及 移动一直是伊龙的弱点 伊龙的后脑勺可真平啊 跟个沐鱼似的 对手马克皮克虽然是泰拳出身啊 但是他的腿法似乎非常单一啊 好像只有扫踢着一个 只有高扫啊 边腿也没怎么见 打法比较单一 全腿 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是允许接腿摔 但不会被踢入判罚结果的 是 接腿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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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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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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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抵挡的那个 小幸 小幸 啊 数数 选手的这个 几乎性 都会作为这个场上的反发一句 就是常说 极其啊 小米都会影响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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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然后这个拦截比较不错 是成功预判啊算是 还是对手个比较大 马克皮克的肌肉练得非常棒 打他的没什么效果 然后我就拽着腿了往后摆了一拳 轮摆 一扫踢 又是一个转身 第一回合结束 一龙的这期比赛 我这是没见过 第一次看 虽然他打过不少黑皮 好像都赢了 包括一个200多斤的状态 不过这位选手看上去比较扛 脖子很短 就是这个腿啊不好住 腿比较小 举牌女郎 这个也非常好看 台下都是一龙的粉丝啊 第二回合 比赛继续 今天我们家后面又开始修路了 再也修不好了 三百六十五天呐 三百六十天都有人在装修 哦 挑戏 nice啊 但是对手并没有被击倒 还是力量轻了 这种现在的这个角色也能慢慢的 对选手 慢慢的乐 对选手 一点点 对 另外还有这个 有 失败的方向 一方面的活动 所以这种的实践 其实是一个高加奖的活动 要保持着 这个实践 然后再来这 上全 要打火 保重控一下这个鞋 这个并没有老化 对 后摆拳 这个倒踢 一龙好像又有那个劲儿了 又要开始犯病了 他的金钟罩 我感觉 有点苗头了 难道不他又要使出那招武功绝学吗 就是怎么打都不会被打倒 我硬扛 我身扛 我要让我的人设毅力不倒 他干累不要怕 也许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28256 28257 2829 31 马兰开花27 对上去的一个顶腹 被对手撂在一边 一龙开始渐入佳境啊 打得越来越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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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么生涩和生硬 我刚夸完 裤子都脱了 天哪激动了 这一拳本身是应该被毒秒的 但是裁判并没有毒 因为他看到一龙立刻站起来了 哦 问题严重了 一龙那是赶紧跑啊 把裤子提起来 我装也得装的像一点 的确啊 刚刚那一拳确实打得有点懵了 一龙并没有快速调整回状态 就导致他接下来打的这几拳 非常仓促 效果几乎没有 哎呀 这个比赛的胜负 立刻就变得模糊了 马克皮克这一拳确实很重 第三回合 决胜局 此时马克皮克内心不甘 你拼啥你被击刀了 居然没有毒秒 你耍赖皮 修修修 看我不捶死你 但是此时一龙状态不是很好啊 刚刚的重击 没有恢复 再加上体能有所下降 哎呀这个眉角也开花了 流血喽 如果也好 有时间休息一下 这就是没有独秒的后果啊 酿成了更大的悲剧 场外由王洪祥坐镇 一龙作为师弟 王洪祥更是恨铁不成钢 一龙弟弟已经尽他所能了 只能听天由命了 双手插胸 事不关己 这个我们在心里上叫做什么啊 绅续比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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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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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实际上的话 对方会有最多五分钟的时间 进入休息 对方不打算休息 看来这个 这个 上来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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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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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 马克皮克连续攻击是一个上脸型英雄啊 喜欢粘着打 方便现在只能拉开距离了 鞭腿的效果几乎为零 转身鞭拳 顶膝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出这位海外选手 他的动作也不是很标准 他对这个比赛规则也不是非常了解 好 那个 比赛正好 对 比赛正好打到 因为他已经 白 我来 跳起 好 这个 我来之要 没提力了 下次伊隆镇裤衩 你那个缩紧带整紧点 打着打着裤子掉了可还行 这个小细节也是非常影响选手心情的 我们也可以理解 就是准备不充分倒决 漂亮 比赛结束 两人熬战三回合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赛结果 这场比赛确实我们感受到 马克皮克那种稳扎稳打的 这种战术部署 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在赛前做了大量的战术部局 肯定是伊隆做了大量的了解 充分地利用了自己身体上的优势 在战术上 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在期待着比赛结果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 这一段广告 广告时间不长 马上回来 马克皮克打满了三个回合 直到最后一刻 他们仍然在拼 掌声送给他们两位好吗 接下来揭晓答案的时刻到了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第一号裁判 29比28 二号裁判 29比28 三号裁判 29比28 比赛结果 红方胜 祝贺一龙 感谢马克皮克 有请武力风创始人 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 吴立新先生 有请WIF世界搏击理事会副主席 黄永航先生 为他们颁奖 祝贺一龙 感谢颁奖嘉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